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过电影《小黄儿》吗 没有 那你应该去看一看 它跟你挺像的 好 来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主要内容 中国外汇储备五个月来首次回升 环比增长102.59亿美元 昨天A股全线回调 跌幅创下了两周的新高 早前关注我们会关注股市3000点的争夺债 上周全国36个大中心城市 猪肉平均批发价格创下了新高 商务部预计全年的生猪价格都会保持高位 一季度上海住宅市场见顶 4月份北京新房市场正式进入供应的旺盛机 国际方面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 美国接近充分就业状态 经济走势平稳不存在泡沫 我们为您开通了官方的微信 第一财经资讯来提供更多有深度的 有个性的文章语音和视频 大家有兴趣可以来通过二维码的方式来关注我们 看一下天气 中国今天我国是全国北方地区雨水 但是长江地区依然是黑龙江北部 青海中部雨加雪 局部地区能有大雪的天气 华北地区是有大雨 浙江地区等地局部是有多云倒阴 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 最低温度是13摄氏度 空气质量指数是78微凉 一小时平方2.5浓度 56.9微克北地方 接着我们要翻开财经日历 来看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事件 4月8号国内方面 维宏股份网上申购 青岛首届发制品的电商生态峰会 会在今天举行 另外国际方面 美国会公布2月份的消费信贷 法国3月份的商业警细指数 和日本三家 3月的家庭消费者信心指数 都会在今天公布 好赶快开始我们今天节目 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的一些重要的事件 我们把时间交给蒋雨贝 好的阳光 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 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3月份中国外汇储备环比增长 102.59亿美元 至32125.8亿美元 这也是中国外汇储备 5个月以来首次回升 市场此前的预期是下降60亿美元 国大军安对此分析称 3月美联储鸽派言论 使得美元贬值比较深 这带来存量外储增值约200亿美元 同时两岸汇差及其成交量等前瞻性指标 也均是显著改善 央行也在3月多次口头强调 不希望看到人民币变值 这都助力了外汇储备在3月息吻回升 外汇储备出现5个月以来的首次回升 也将为央行今后在市场上减少干预 和进一步阻止资本流出 流出更大的空间 不过随着流动性的改善 央行进一步降准的预期似乎也在下降 如果我们比较过过去10年 外汇储备的走势和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走势 可以看出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外汇储备增加 存款准备金上调 反之则是下调 人民币企稳 CPI走高 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 宏观研究主管谢亚轩博士 昨天对第一财经表示 国内经济已经出现了更多的触底信号 谢亚轩表示 国内经济触底信号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个数据是信贷数据 一二月以及很快公布的三月的信贷数据 同比增速不错 可能是一个回升的趋势 第二个数据呢 那就是投资 固定点投资 房产投资 它是一个回升的趋势 第三个呢 就刚才讲的PMI的数据 PMI数据也从这个低于50回到了50以上 所以其实综合这三方面的数据来看 货币先行指标以及投资 都显示经济有更多的触底的信号 而在人民币汇率方面 谢亚轩认为 随着外部环境变化 国内基本面改善 央行的政策沟通 以及对人民币汇率加强认识的过程 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恐慌 已经有所下降 人民币汇率大约在6.2至6.6之间的区间波动 此外对于财政部表示 今年将会加大中国的财政赤字 薛亚轩认为 加大财政赤字有现实需要 但应该把增加赤字 视作周期调整的角度 这两年由于经济处于三七叠加 所以财政收入慢 增速慢 支出快 所以这个时候赤字加一点 但是不能把它作为常态 就是未来如果经济的确出底回升了 财政收入上来 那这个赤字还是要考虑加以控制 另外汇丰控股行政总裁欧志华 昨天提到 内地外汇储备仍然庞大 中央有足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 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 确保经济软着陆 内地最近采取的资本管制措施 只是针对投机活动 预期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循践进的改善 逐步走向市场化 人民币汇率长远 也可以维持稳定 北京也有足够的政策方法 3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数据 将于4月中旬 中上旬发布 有专家和机构就预计 3月份新增信贷规模 大致在9000亿元 至1.3万亿元之间 一季度新增信贷规模 将在4.1万亿元和4.5万亿元之间 4月份存在降准的可能性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政早班车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事 早先关注 把时间交还给阳光 昨天A股全线回调 退守3000点的关口 跌幅也创下了两周的新高 为什么呢 具体情况 我们进入今天的早前关注 现在大家都很幽默 昨天晚上有朋友在微信当中 就贴了一个截图 就是前面 刚才江雨菲的新闻当中 有说到某券商开了研讨会 策略分析会 他说你看 今天昨天大跌的原因找到了 因为他们开会 没有 大家玩笑是玩笑 截止到收盘 护身指数昨天下跌了1.38% 深程指示下跌了1.68% 两市全天成交额是6985亿元 继续小幅度的缩量 中小板指下跌2.01% 创业板指也是下跌2.01% 那么盘面之上 行业类全线是漂绿的 基本上打开全是绿的 那么像国防军工 计算机 传媒等板块跌幅都超过2% 两市有超过30只个股跌停 没有个股 有30只个股是涨停的 目前没有个股跌停 那么股指期货方面的 护身300 上证50 中证500的股指期货主力 合约跌幅分别是 1.01% 1.1%和0.9% 融资方面 截止到4月6号周三 两市余额 融资的余额是累计8872.5亿元 环比继续是上升了29.89亿 连生两天 分析认为 昨天这个调整 没有打破指数 缓慢的一个上升的通道 量能也没有明显的放大 因此仅仅是一个 合理的技术性的回调 市场在三月份 宏观经济数据公布之前 难有大起大落的现象 那么对于这个市场 昨天的调整 应该如何来解读 我们来听听上海证券研究所 首席市场分析师蔡君益的观点 在突破3000点之后的话 A股商在周四的话 呈现了一个 有一定幅度的这样一个调整 从目前的量价关系配合来讲的话 两地成交在7000个亿 应该说成交量 还是保持在相对比较温和的 这样一个格局上面 目前的一个调整 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健康 合理的一个区间范围当中 在3000点到3000点50 这个位置上面的这个整固 那么60天均线 将会慢慢的走平 对未来中期的行情来讲的话 进一步构成这样一个相应的支撑 而就在这几天 大家也一定也可能流传到 被传到这条消息说 最延的减持禁令 4月8号就要到期 就今天要到期 据说会有万亿的解禁来袭 等等这样的消息 在市场上一度传得沸沸扬扬 但是事实证明 这只是一个混淆视听的说法 这是一种误读 消息的背景是 因为去年的股灾 证监会在2015年7月8号 出台了大股东减持禁令 限制大股东及董监高的减持行为 宣布从公告之日起 六个月内 大股东及监市董市高级管理人员 不得通过二级市场 减持本公司股份 这对当时市场稳定 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个政策的到期日 就是2016年1月8号 而恰恰在今年年初 这个政策到期前 A股遭遇了两次熔断 为稳定市场 证监会又在1月8号 给上述规则打了补丁 大股东三个月内 坚持不得超过1% 这个三个月的期限 便被部分人士解读成了 政策到期日为4月8号 也就是本周五 然而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误读 安信证券分析师 江金凤徐彪 在策略报告当中就指出 减持规定的三个月 是个动态概念 不是特指1月9号之后的 三个月内这一段时间 所以不会造成 4月集中到期的风险 另外协议转让 也规定受让方比例 不得低于5% 与A股反复纠结在3000点不同的是 港股正在越来越受到 内地资金的青睐 截止到昨天收盘 港股通已经是连续 107个交易日持续的净流入 这创下了 沪港通启动以来最长的一个记录 累计净流入资金达到 466.53亿元 我们来看张图 就可以看到 内地资金南下买入港股的金额 一直在持续增加 同时伴随着港币 对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趋势 数据还显示 内地投资者 对港股的投资额度 超过了全球资产管理公司 对上海股市的投资 这是沪港通开通 头一年情形的截然相反 那么港股 为什么会持续吸引 那么多资金流入呢 低估值仍然是关键 那么从恒生AH股的 溢价指数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同时在大陆 和香港上市的企业 A股价格比港股价格 平均都会高出近40% 而这个指数 本周二曾触及四周以来的新高 不仅如此 恒生国企指数 上周已经进入了技术性的牛市 6.8倍的适应率 也比10年前移动平均线 和A股适应率都要低 至少35% 显而易见 这是一个估值的挖地 而值得注意的是 内地南下资金疯狂抢购港股的同时 海外资金也在本轮的 港股行情当中大胆的布局 彭博的数据显示 3月到4月 四支最大投资者中资港股的ETF 净流入接近150亿港元 另外据汇丰报告的预测 未来将会有5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由内地公募基金会流入到港股 其中包括QDI和1200亿元的人民币额度 护港通2300亿元的人民币额度 以及预期会推出的 深港通还有1500亿元的人民币额度 那连续100多天进入 加上港股本身的低估值 港股的投资价值出来了吗 我们再来听一听蔡君毅的分析 那么其实从最近的这100多天来看的话 我们其实也看到港股市场 在国际市场各种干扰情况下面 港股市场其实是一路回调 在2万点以下的话 整体港股的市净率水平 只有大概不足一倍 所以整体的估值来讲的话 都是非常具有一个信力和诱惑力的 而从两者的AH股的一家角度来讲 我们历史上面关注下来的话 大致在130%到150% 而港股这块的话估值如此之低 那么它的分红率将会处于一个 更高的这样一个分红水平 那么对于大型的这个投资者 或者一些理性的机构投资者 包括一些理性的自然人投资者 都是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这样一个吸引力 所以这个400亿的资金的 这样一个配置的话 我们觉得从未来中期角度来讲的话 一定是会能够获取 不菲的这样一个投资收益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 最新的国际时政方面消息 把时间交给蒋一飞 好的 谢谢阳光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 7号美国国务卿克里 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 外长在迈纳迈 也就是野门 叙利亚 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反恐问题 举行了会议 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 希望伊朗在地区事务当中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为结束野门和叙利亚的战乱 做出贡献 巴林外交大臣哈利德说 希望伊朗改变其对外政策 不要干涉邻国内政 在平等基础之上发展与邻国的友好关系 此次会议是为美国总统奥巴马 即将到沙特与海河会领导人 举行峰会做的准备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7号在圣彼得堡表示 俄罗斯将继续协助调解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边境 纳格尔诺 卡拉巴赫 纳卡地区的军事冲突问题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 在此次纳卡地区冲突中 俄罗斯在各级别协调中 都投入很多工作 使得双方达成停火 但目前纳卡地区的局势 还没有达到完全稳定 俄方也将继续协助调解纳卡问题 佩斯科夫指出 俄罗斯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都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 俄方将利用这一优势 创建双方协调 以及通过国际机制解决问题的条件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7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 呼吁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达成的 在纳卡地区实现停火的协议 能得到长久遵守 拉夫罗夫表示 俄方将定期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就纳卡问题进行部长级别的沟通 近日纳卡地区冲突再起 边境紧张局势升级 并导致双方人员伤亡 阿塞拜疆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宣布 从当地时间当天中午起 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双方军队 在纳卡地区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纳卡地区武装当天也证实 亚阿两国已达成停火协议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 在7号称他将于13号开始与叙利亚反对派代表团 举行会晤 然后再与叙利亚政府代表团会谈 这一阶段的会谈仍然将采取间接会谈的形式 即双方代表团不直接谈判 而是由他本人和其他联合国官员 在双方之间传递信息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7号表示 尽管荷兰公投结束 显示多数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但是乌克兰入欧的方案不会改变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7号在讲话中说 尽管荷兰公投结果显示 多数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这一事件战略上不会成为乌克兰入欧道路上的障碍 乌克兰将继续贯彻落实联系国协定 确保同欧盟建立深入全面的自由贸易区 波罗申科说 公投只是咨询性质 没有约束力 但他希望荷兰领导人能最终批准乌克兰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 荷兰6号就欧盟与乌克兰联系国协定举行咨询性公投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超过60%的投票者反对这一协定 欧盟与乌克兰经过多年谈判 于2014年3月和6月分别签署联系国协定的政治部分和经济部分 欧洲议会和乌克兰议会于同年9月同步批准协定 协定需得到欧盟所有28个成员国批准方可生效 荷兰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 是目前欧盟唯一还没批准该协定的国家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6号下午 日本自卫队一架载有6人的EU-125军用飞机 在洛尔岛县陆屋基地执行任务时 突然从雷达上消失并失联 日本自卫队和当地警方随后在失联地区 洛尔岛县的高威山附近搜索 于7号在山上发现了部分的损毁的牺牲 和4名疑似已遇难的自卫队员 4人已经没有心跳和呼吸 另外两名队员目前还没有找到 好 稍后我们在7点35分的节目当中 将继续从普尔街道路加罪板块 详细了解最新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具体表现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是资讯快车 好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财经资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猪肉和蔬菜的价格在今年食品价格 都是涨幅惊人 这使得市场对于下周一 即将公布CPI数据是忧心忡忡 因为在经济没有完全齐稳情况下 如果通胀压力又来 那么会给决策者增加更多的麻烦 根据商务部的监测 上周全国36个大中型城市 猪肉的平均批发价格是 每公斤25块三毛四 比之前一周又上涨了0.4% 是创下2011年10月末以来的新高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昨天就表示了 猪肉市场供应将会趋于平衡 预计到2016年 全年生猪价格都会保持一个高位运行 但是暴涨的可能性不大 需要说明的是当前生猪出栏价格尚未突破历史高点 尽管如此 对猪肉价格的上导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商务部将会进一步加大市场监测力度 及时发布市场供需和价格变化信息 引导养殖和加工企业 根据市场需求合力补兰保障市场供应 而关于出口形势 今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 商务部组织了17个调研组 赴广东江苏等约占全国进出口额97%的 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实地调研 沈代阳表示 通过调研 国际市场需求不足 出口成本上涨快 人民币汇率不稳 融资难融资贵 是当前影响出口的主要因素 进一步为企业减负助力 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转型升级 为外贸稳增长调节构 培育竞争新优势 创造良好条件 努力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进出口维稳向好的工作目标 此外 针对中国化工集团收购 农化与种子巨头 仙政达的交易一再受阻 沈代阳指出 该项收购只是一种正常的商业行为 商务部正密切关注相关进展 仙政达公司发言人 已经明确表示 该并购案 不会以任何方式 危及美国食品安全 或者国家安全 并表态欢迎美国政府 对此案进行全面审查 目前该收购尚在进行中 商务部正密切关注 此项并购案的进展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楼市的事 一季度上海新建商品 住宅成交活跃度达到了巅峰 那个时候几乎每天 每周大家都在聊这个房地产的事 但是随着三月末的楼市新政的出台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 未来上海楼市或将成一线一个叫 量跌价稳的格局 依据重量联航发布的数据 今年一季度上海一手住宅 成交量达440万平米 创下十年同期的最高水平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上海楼市调控新政效力的逐步显现 未来市场成交可能出现顿挫 但是房价下滑的可能性很低 如果供应量加大 那么可能价格还有一个松动的空间 如果没有加大供应量 就现有的目前这些库存状态 价格的这个下降的空间 实在是不会太大的 严格的限购 只是说抑制了部分的需求 或者放缓了部分需求入市 但是如果供应量没有放出来 这个真正的一个供需矛盾 还是没有解决 成交量下降 但是价格企稳 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而从开发商的态度上看 上海楼市新政出台后 改善型需求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但是市场整体将维持平稳 房价不会出现大幅波动 改善型的收入比例极高之后的话 我觉得做以小面积为主 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很多大面积的改善型产品的话 它的供应会越来越少 在这个趋势之下的话 就是说钢区这个市场 应该还是不会错的 那么大面积的改善型市场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分流 总体来讲 我觉得可能变成 从蜂牛变成卖牛吧 上海是慢下来 深圳怎么样呢 深圳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3月28到4月3号深圳一手住宅成交652套 成交面积约7.05万平米 分别环比下滑16%和15.7% 最近是深圳新房成交面积连续第五周在下滑了 与春节之前的成交量相比 那是接近腰斩的水平 经过三个月的小市牛刀 4月北京新房的供应市场正在进入供应的旺盛期 不少房企可谓是跑步在入市 预计4月份北京将会有30个新楼盘项目会接连的入市 而且大多都是面向改善型需求的大户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涨价也成为众多新盘的统一的标签 清明这个三天小长假期间 北京实际上就已经有9个项目开盘了 所以我们看可能4月份整体的这种开盘数量 有可能会超过30个达到40个项目这样的一个量级 一类它是这种高端的项目 那么目前从北京在售的这些高端项目和计划新推出的高端项目来看 基本上它的价格水平都要在8到10万左右 这样的一个是高端项目的一个基准线了 虽然新盘入市的积极性加大 对于想买房的人来说确实选择面更宽了 但同时涨价几乎成了新盘的标签 记者发现4月份公布预售价格的新盘项目 无一例外全部提高了报价 个别项目甚至大幅提价 单价涨幅超过万元每平米的也不少 其实今天大量的楼盘的推出它有它的预期 这个预期来源于去年整个北京的房地产的走势 还是一个缓步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 不过业内预计一线城市宽松的政策环境已经到头 这将对市场需求产生抑制作用 因此价格优势明显的项目将笼络住逐渐减少的需求基数 而价格上涨过快的项目将会处于尴尬境地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夏宇佩 好的阳光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 上海维红电子科技股份的新公司 今天网上申购 申购代码是300508 发行价格20.08元每股 网上发行数量568万股 申购数量上限5500股 顶格申购续配市值5.5万元 发行适应率22.98 行业适应率93.36 深交所网站消息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 结果出炉共有4万5千个 通过对于江苏要来 影城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督网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两家公司百分之百股权的收购 上市公司松疗汽车正式更名为文头控股 昨天在上交所重新挂爬上市 正式进入到了盈利能力较强 发展前景广阔的影视游戏行业 公司600715的股票代码不变 早盘高开 全天表现平稳 收盘跌0.68% 售于42.15元 目前来讲 咱们北京的文化创业产业 在GDP的比重 已经达到了13.4% 我想经过13.5的发展 这个比重会超过15% 争取在中国乃至全球的文化产业里面 能够形成一个龙头性的 我们叫做横木性的文化企业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接着马上进入到的是财经万花筒 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苹果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这两年首次遭遇了一个下滑 同比下降了3.2个百分点 而华为手机重新成为中国城市 最为畅销的一个智能品牌 市场份额现在是24.4%领先苹果 现在苹果是22.2% 记者了解到根据市场需求 并且基于市场的原则 太平洋保险公司正在研发一款 专门针对本市的老年人出行的 交通意外的保险 据悉这个产品最大的创新 是在于增值项目 包括工作日的非高峰时段 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 此项保险产品预计6到7月份 会推出市场 这项交通意外保险产品 主要针对70岁以上的上海户籍老人 保险人投保该产品之后 如在本市乘坐公共交通 因意外事故发生死亡时 可获得保险赔偿 而他的最大创新还在于增值项目 投保了这个保险以后 我们老年人不用再支付费用 就可以在工作日的非高峰时段 和节假日的全天 乘坐这个上海市的除了高速公路线 这个机场线旅游线和 磁悬浮线外的公交和轨道交通线路 目前这项产品正在进一步的精算研发过程中 预计在与深通地铁 及相关公交企业进一步沟通 并通过相关监管部门审核后 将于今年六七月份 正式推出市场公开销售 很多人都玩过乐高积木 而位于普陀区长峰警犯广场的 全国首家乐高探索中心 昨天正式试运行了 这家亲子主题的室内游乐园 由成千上万块的乐高积木打造而成 内设有十个主题区 可以提供两到三个小时的 富有启发性的游玩的体验 无论小孩大人都能玩 在乐高探索中心外的广场上 耸立着一座巨型的长颈鹿的 乐高模型高达六米 体重是842公斤 只有四位乐高大师 在捷克花费了450个小时 搭建完成 算了450个小时多少天 而在内管迷你的天地当中 又来自世界各地的十位 乐高模型的拼器大师 用390万个乐高积木 总共花费了8531个小时搭出来 这样还原出了像陆家嘴 星天地 F1赛车场 等等的一幅幅上海的地标性的风景 相信周末很多家长都会愿意带着孩子 去看一看 近年来随着健身需求不断的扩大 健身器材市场也持续呈现了上升温的一个态势 在日前举行的上海国际酒店用品博览会上 记者了解到除了专业的健身俱乐部 酒店和住宅对于健身器材的需求 也正在不断的扩大 在展会现场 健身器材设计和技术解决方案的领先制造商 泰诺健表示 近年来高端酒店对于健身器材的需求 正在不断增加 特别是在中国在内的亚太市场 泰诺健也根据不同类别的酒店 推出各种解决方案 比如针对顶尖酒店推出了Artist系列 针对5至4星酒店推出了Excite加油氧运动器材 我们除了为5星酒店提供一系列服务措施外 同时也为4星酒店提供 针对不同客户 我们有不同的计划 我们提供统一的设计 优秀的界面链接 能让人更好健身 这些系列产品都搭载了Unity数字界面 Unity使用泰诺健最新的扫频技术界面 与全面健康云平台相连接 为所有用户打造个性化的训练体验 另外泰诺健还表示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 除了在外健身 也会选择在家中 家庭对于健身器材的需求 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好 请继续锁定第一财经 接着我们要进入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板块 美联储四季头巨头之后 他们首先的一个表态 是觉得对于美国经济基本面充满信心 而耶伦的表态 他认为循序渐进的加息是适当的 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来说一说银行板块 和房地产板块的投资机会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从华尔街 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板块 我们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现任和前任的四位美联储主席 包括耶伦 柏南克格林斯潘沃克尔首次齐聚一堂 探讨经济话题 那新任主席耶伦表示 美国接近充分就业状态 经济取得巨大进步 美国的经济走势稳健 不存在泡沫 那对于加息的话题 耶伦表示 循序渐渐的加息是适宜的 前主席格林斯潘沃克尔则表示 美国劳动力市场疲软的状况逐步消失 无需过度担心经济下行的问题 而柏南克则是表示 让各大央行承担所刺激的包袱是错误的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 也证实了美联储主席的观点 上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减少9000 经过积极性因素调整后的人数降至26.7万 降幅超预期 这意味着尽管美国经济增长乏力 但是劳动力市场仍然在持续好转 好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欧洲 欧洲央行行长格拉吉周四在葡萄牙里资本 发表讲话称 欧元区经济正处于温和复苏当中 他表示欧元区每个国家都应该在经济复苏当中 发挥自己的作用 致力于完成经济货币联盟 他认为经济和货币联盟的不完整性 放大了面对危机时政策失误的影响 并且使得该联盟及其成员国更容易受到冲击 欧洲央行最新发布的三月会议纪要显示 该行委员们在三月考虑了更大幅度的降息 并且有迹象显示利率实际已经到了下限 欧洲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周四表示 欧洲经济目前仍然没有走出衰退 但是最坏的情况没有成为现实 经济已经趋于稳定 根据欧洲央行的预计 按照平均油价30美元一桶计算 俄罗斯今年的经济增速将萎缩1.3%至1.5% 他强调俄罗斯已经采取措施 减少通胀对于经济增长及金融稳定的影响 并取得了进展 通胀水平从去年三月的17% 降至今年三月的7.3% 世界贸易组织周四表示 受到全球贸易市场需求不确定性的影响 今年的全球贸易增速将于2015年 食品维持在2.8% 这也是全球贸易增速连续第五年低于3% 如果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额来看 因为受到汇率变动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 全球贸易总额实际已经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好刚刚我们浏览完了宏观方面的消息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股三大指数的一个变化情况 我们看到昨天美股三大指数都是下挫的 那么具体来看 道琼斯公平指数下跌0.98% 纳斯阿公综合指数下挫1.47% 那标普白指数的跌幅是1.2% 好 接下来马上关注到 是第一财经驻纽约接着额外 收盘之后发回的报道 早上主持人 避险资产在周次的大幅上扬 迫使美元对日元汇率下跌至2014年以来的最低位 欧股和美股在周三上涨之后 周四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 各股方面 摩根士丹利将推特目标定价 从美股18美元下调至16美元 大摩的分析师认为 用户参与度和新增用户数量都持续成为 摆在推特面前的问题 大摩的分析师也预测第一季度 美国用户使用推特的时间 较去年同期下滑10% 而目前呢 该公司的用户使用时间 其实已经低于 Pandora Facebook Snapchat和YouTube等的公司 隔夜推特的股价大跌1.5% 报在17美元附近 主持人 非常感谢各位给我们带来的点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乌家嘴 那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呢 有关于目前啊 这个宏观经济 尤其是美国普通经济的状况 另外其实近期呢 有关于这个不良资产的处置 我们也有一些新的看点 马上进一段 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呢 是评论前 马亦许女士 马亦许早晨好 我们知道中国有四大坏账银行 分别是东方 华融 信达 还有这个长城 这四大坏账银行呢 是处理的这个国企 包括改革当中 也包括这个国企在转型升级当中的一些坏账和不良资产 我们知道这几家公司其中已经有在港股上市的体量非常大的一个上市公司了 其实坏账银行这个行业相对而言是 是一个蛮大的蓝海 或者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值得挖掘的市场 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外资也进入到了其中 对 应该说前期的时候 四大因为它都是这四家资管公司是对应的嘛 所以呢 应该说每个公司出现坏账之后 不良资产之后 就直接剥离给他们 让他们去处置 那么我们知道 不良资产一般是打包的 那么每一个包里面 它的资质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呢 应该说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这些包的时候 是有很大的收益的 甚至可以用收益不菲来形容 所以其实在四大之后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商业银行 其实是跟很多的机构有合作的 那前期主要是跟内子合作 所以很多的包括其他类型的资管公司 甚至一些私募都介入到里面去 因为都尝到了相信这样一些甜头 那么现在就是在新规相应的层面上 也对外资进行了开放 比如像KKR 像凯利沃尔 凯利沃尔应该说 累计现在已经是有57亿美元的 对于内资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债类的处置 所以他应该说 从里面也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收益 那我们知道这些外资在介入到不良资产处置当中 首先有没有什么样的限制 另外我们知道不良资产 其实涉及到很多的国有资产 那这些外资在其中的话 他们将会如何来进行一些操作 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个政策的条款是什么样 其实可以认为 从今年开始特别明显的 就是在政策层面上有一些转向的这样的一些预期 或者是说实际已经开始这样做 那么除了这个不良资产的这样的一些打包的处置之外 我们也知道在一些包括国际改革方面 其实都已经开始对外资进行开放 甚至都已经说得非常明确 就是说是让他们以编国的方式参与到国际改革当中来 所以应该是一个很大尺度的 对于外资的一个开放 那相应的在不良资产这个层级上面 那只要是说你这个都是可以公开对外去打包销售的 不涉及国家机密 或者是相应的一些商业机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都是允许他们来做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 除了说这个事情 确确实实是给外资一些丰厚的收益之外 更重要的我们是从这个事情能看出来 就是我们次大也好 或者是其他商业银行 只要有了相应的每年滚动的 应该是超出5000亿的这样的一个新增的这样的一些不良资产包 所带来的就是说持续的给它剥离 那相应的银行就会呈现出来比较低的不良资产率 就能够以一种相对比较健康的这种方式去运行 所以我们关注的其实是这个点位 那相应的就是说国企改革的这个层面上 其实持续的推动的过程当中 也是伴随着在金融层面上给银行很大的松绑的 因为前期银行在给这些国企贷款的过程当中 它确确实背负了很多东西 甚至说是很多是不能言表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在目前这种供给侧改革推动的过程当中 给他们松绑 给他们去不停的剥离不良资产 对于银行的未来来说 是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些前景的 你比如说在常债这种角度上 那么我们只要是持续的给这些国企 特别是一些相对来说 只是暂时进入到困境 而且在需求端还有能够发力的这样的一些空间的 这样的一些国企 一些需求端给它去刺激的机会 它未来就是首先它就会出现现金流的回流 那么相应的在就是相应的这个盈利层面上 也会出现比较好的这种回稳 所以呢它的产能的利用率的恢复 应该说他们在理性的这种层面上 会首先的继续的去杠杆 同时给银行把原来的债务清偿掉 所以这样一来说 对于银行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预期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债转股的实施 因为债转股实施之后 对于银行的好处就是说 它主要现在面向的这些贷款 就是关注级 甚至是正常级 也就是说根本就不是这种不良的贷款 那给银行转成股份之后呢 随着新的行情的启动 以及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银行做市值管理的 新一轮的开始所带来的就是银行 它这种股份的集中之后 会一个财富的快速的 巨额的积累 对于银行来说 应该说是全方位的一个 更为利好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的出台 所以我们综合要看到的就是说 未来在国企改革的层面上 那么随着债转股的推出 最受益的就是银行 那么我想说的观点就是 在前期一直给大家提示银行的机会 是因为有资金持续的介入进去 那么今天的观点就是 那随着国企改革的推出 以及相应的金融 为国企改革办行和服务 那给银行的这种松绑的持续 银行是在国企改革当中 最受益的板块 银行是在国企改革 也是此轮债转股的 这个新的政策的改革当中 最受益的一个板块 所以可以说 你如果说国企改革 你看不清楚 哪个板块你把握不好 也不太可能低钱进去的话 那就买银行就好了 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 从这个逻辑上来说 刚刚我们说到港股 其实是一个不止霸地 那么说A股现在呢 如果是AH股的话 可能A股要比港股 要多出40%的这样一个价格 那现在是不是也是 如果从这两个逻辑来说 是不是可以投资 港股市场上上市的 这个国有银行股 是可以的 这个应该肯定是没有问题 只是H股和A股 现在其实都类似 因为它上行的过程 是比较蹉妥的 因为就是增量资金的进来 肯定是需要一个 相对比较长的时间 再加上养老金入市 也是需要会比较漫长的 才能归集这些相应的资金 那么可能时间也会后置 所带来的就是说 市场会不停地震荡 H股也是一样的 所以做没有问题 要看中长期的收益 不要看短期的这样的一种收益 那我们说到现在 那不同的银行之间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选股的策略 我是建议大家 更多的是从股息率的这种角度上 因为现在就是普遍被外资所增持的 都是大的蓝筹 也就是一些体量比较大 特别是在银行这种角度上面 我们知道上次给大家提到 梧桐书投资平台 通过代持的方式 给其他的外资 可能应该是从四季度 就开始买入大量的银行股 包括四大在内 那同时还看到的就是 在这个季度之内 包括就是四大转给 就是正金转给中央汇金 那么还有就是说 未来的这个 就是在四千年当时的 就是买入的一些银行股 也是要准备转给社保基金 这些都证明了 相应的银行股 还处在非常低的位置 未来中长期的收益 是完全可以期待 不管是钢股里面的四大 还是咱们自己A股里面的四大 我是建议大家 都是从股息率这种角度上 重点的去关注它未来的 既有每年稳定的 这样的一些分红 同时又有股价 一个中长期的文明的收益 我们看到其实从股息率的角度 是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选股策略 另外我们再看到一方面 就是说外汇储备增加103亿 这个现象您怎么看 应该说大家都觉得 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意外的事情 但是我确实不是这样认为 因为就是说 这件事情出来了之后 大家才看到好像 突然就是外汇储备 又开始回流进来了 而且可能认为 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 但是我们要看到 3月31号有一个数据 就是香港离岸的人民币 对应的隔夜的一个贴息 它已经是一个负的3.725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也就是第一次转负 而且就是在香港的同样的人民币的存款的利率 当天下跌了百分之 也就是负的16点 16点以上 所以应该说这也是有史以来的一个最低的大的跌幅 这就说明什么 因为香港它是离岸的这种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旦转负 就说明它的资金量是非常的充沛 那为什么这样资金量突然的充沛 也就是说外面的资金是持续的在回流进到港股 或者说港市里面去 同样的就是通过港市 再进到A股 或者直接进到A股市场里面的资金 其实也可以同等的用这种方式 用这种思维去考量 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其实从上个月开始就非常明确的有这样一个信号 也就是外资已经开始频繁的回流国内的市场 其实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一个是美元的反复 也就是加息未来的预期 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变数了 那么他们的资金肯定就是热钱会追逐A股市场 同样的就是欧洲市场的这种 或者说欧洲整体上这种乱象丛生的局面 也会使更多的资金看到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这些层面的一些叠加 其实就是资金已经开始持续的流入 只是说今天或者是昨天才开始 从具体的这个绝对数值上看到了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后面肯定是应该是 我说到其实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多重因素的叠加 所促使的现在这个状况 但现在只是出路断移 可能未来还有很长的路 我们也要群续先进去看 应该是会持续的流入 包括我们看到沪港通已经连续107天的净流入了 所以说外资正借到各种各样的渠道 来到中国市场 那确实未来的这样一个内生性的经济复苏的一个动力 是值得期待的 好 非常感谢马女士 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的点评 这里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我家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业领长的板块和个股 生物科技多元化电子 还有度假村和折扣商店板块是领长的 我们要说的是永利度假村 上涨幅度11.66% 我们前面价格99.99美元 永利度假村在澳门又有新的博彩项目开业了 所以使它的股价出现了一波刺激 其实前几周我们也提过另外一家博一德 也是在美国的一家博彩和相应的这个度假类的公司 因为今天说永利度假村 就是因为它节点上在澳门有一个分支机构 同时有一家新的赌场开业 所以它这次呢 就是在对这个新开业的赌场 做了一个六月份的财报的一个预期 预期是比较的乐观 他认为2017年的这个营收会达到相应的 比如说像24到31亿这样的一个规模 而且呢 他还把这个稀税前的收益定在了6.3到8.4这样的一个很高的区间 其实包括券商在内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认为他这个是比较的乐观 所以就是结合着刚才说的博一德的这个现象 因为博一德是在美国的境内进行主营的这样的一下赌场 和博彩公司 他的营收就非常的好 但是像永利度假村 比如说还有像美高梅 还有像在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个金沙 当时是结合这三家来说 因为这三家在澳门都有赌场 但是就是因为这两年澳门赌场的声音并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他们营收包括净利全部出现了下滑 而且是一个巨幅的下滑 所以刚才就说到 永利对自己的这个新开业的赌场呢 非常的乐观 那么我们就会产生怀疑 他只是自己的一个乐观 那么真正上市之后 能不能持续 会不会受到政治层面的影响 或者甚至其他的一些不利层面的影响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注到的 所以呢对于他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上行 尽量的保持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比较好 对于博彩业近期啊 还是要以一个谨慎的这样一个投资态度 非常感谢马女士的点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卢家嘴 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接着聊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卢家嘴 浏览一组公司动态 根据Bloomberg消息 Virizun公司计划在下周就收购 雅虎网络业务进行第一轮竞标 Virizun还考虑收购雅虎日本的股份 Virizun对于雅虎核心业务的估值 是不到80亿美元 此外呢Google也有意收购 雅虎的核心业务 消息公布之后 雅虎短线上扬 但此后回吐涨费 特斯拉周四宣布 入门级电动汽车Model 3的预定 已经超过了32.5万辆 中航空与特斯拉周四宣布签署合作关系 本田汽车周四宣布 在日本召回约14.3万辆汽车 原因是在一次交通碰撞事件当中 由大赛路公司制造的安全气囊的增压泵 没有能够起作用 致使司机受伤 本田这次召回与高田公司无关 这款增压泵背后的供应商在美国 目前已经发现这批增压泵 在过度使用爆炸后会出现破裂 韩国三星电子周四发布业绩报告称 初步核实公司2016年度第一季度实现营业利润 6.6万亿韩元同比增长10.37% 好于市场此前的预期 实现营收49万亿韩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约4% 当季利润大幅超出市场预期 主要是得利于其最近推出的 新款旗舰智能手机 Galaxy F3 S7系列销售的火爆 刚刚我们看到了公司动态之后 我们再回到资本市场和嘉宾聊一聊 银行板块以及房地产板块的投资机会 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加拿大皇家银行 下跌0.7% 另外要说的是已知房地产板块的个股 我们先说是加拿大皇家银行 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公司 我们可不可以从刚刚我们讨论的 四大行的这样一个逻辑来看 加拿大国有银行 其实从未来的这个银行的一个经营的方式来说 我们自己肯定也是走这种火业经营的模式 这是未来肯定是会形成的这种大资管的模式 也就是说银行的下面会有证券公司 会有保险公司 那么有背靠着大的银行的这样的一些 其他的券商和保险公司会有比较好的收益 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渠道都是互通的 互通有无 同时会给他们更好的这种渠道和资金的服务 所以未来我们也是会有像加拿大皇家银行 这样的一种模式的出现 其实现在很多的银行也是在综合的去拿更多的这个牌照 目的其实也就是这个 那么加拿大这个皇家银行就是刚才说的 它有传统的这种个人 然后公用的这样的一些业务 也就是稀出也好或者是贷款也好 那么在这之外它也有保险的业务 也有投行的业务 而且它经营的非常的稳定 它每年的这个就是经历的增幅都在10%左右 像去年的时候是高于10% 而且它的那个销售的毛利是每年都保持在20%左右 就是相当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经营模式 还有就是它现在就是又跟咱们国内的一些银行 比如像民生银行签一些合约 然后建一些就是共同的这样的一些基金的操作 所以它也是在拓展这样的一些国际性的业务 它的CEO其实就是最近有一个公开的表态 是说未来的5到7年 他们的这种经历应该是会达到目前的这个两倍以上 应该说未来前进还是不错的 因为银行本身随着大家也都知道会有这种模式了之后 它其实就是会压缩它的这样的一些存在差 但是它如果有一些创新的业务 未来的前景其实还是非常的光明 主要还是一个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不仅仅是它本身的一个基础放弹 这样一个本身业务 还有包括投行业务 包括其他的一些金融服务业务也是值得关注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房地产板块的个股 房地产我们今天关注的是什么 这只个股其实就是说 因为它涨得实在是太劲爆了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也去关注到 它是在伦江所上市的一家公司 那么相应的我们知道就是说 像这种一线城市 其实对于英国来说伦敦就是它的一线城市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上海或者是北京 这些都是它的一线城市 那我相信可以期待的就是 未来在中国的这种一线城市 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个股 因为最近的市场确实是波动非常的大 那么所对应的就是说 一些权重类的资金潜伏之后 包括融资资金潜伏已经是基本高一段落 也就是非常的稳定 你怎么样去波动 它的融资额都不会发生变化的 像房地产像银行都是这样的类似的品种 所以就是说这种高波动的市场里面 这样的公司会使你更为踏实 更为稳定 一旦向上突破的时候 这些公司就会成为主要的乏力的对象 因为它里面的资金已经沉淀足够了 所以只是等待时机而已 所以呢今天提到房地产 就是一个是说资金已经有了 同时还有是一个比较稳的 同时呢因为我们一线城市所未来 就是很多的上市公司是被拒派了 被房型公司也好 或者是被其他的一些大型的机构 都是未来非常看好的这样的一些品种 所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 除了目前这种形式下 出现了一些政策的洒水降温之外 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上 它其实是回避了所有的这种系统性的风险 使它未来能够在稳中逐步的小幅的上行 就是小碎步的这种上行 其实是更健康的一种走势 所以呢作为一线城市的未来的房地产 再加上一些新模式 比如说移速代售的这样的一些 已经是在试验的这样一些品种 一定是对相应的这样一些地产开发商 包括上市公司会带来一些持续的收益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放大 所以呢应该说一线城市在未来 我们可以着力的主要的去感到的一些机会的所在 其实最近也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复苏的情况也是非常的好 在这个销售面积上面 一线城市超过了50%几 同时也因为刚才说的这种撒水降温 二三线城市也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销售的涨幅 二线城市达到了100%以上 三线城市也是在50%以上 所以应该说房地产作为稳经济的一种重要的支柱力量 至少阶段性我们不能看得很衰 而且应该说从一线角度上 更多的看到未来的机会的所在 好的 非常感谢马女士这一段点评 看到未来房地产一线城市的一些机会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龙家嘴 那今天播出的内容 您可以通过能够N方微信公众号 第一财经资讯来查看 另外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也可以通过微信留言 另外您还可以到荔枝和西马尔电台 搜索第一财经进行收听 另外第一财经网站全新改版上线 更多的财经资讯请登陆 一财.com 好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最新的报告 近半数的世界遗产 面临着游戏开采采矿 非法伐木和其他有害经济活动的威胁 该怎么干 目前全球共有802处文化遗产 197处自然遗产和32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各缔约国有义务保护其境内的世界遗产 不过 这份题为靠自然保护人类 世界自然遗产驱动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指出 在全球229处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中 114处面临油气开采 采矿 非法伐木 筑坝 开路和过度捕捞等 有害活动的威胁 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马可·兰贝蒂尼 在报告前言中指出 虽然人类得以于三分之二自然遗产提供的重要水源 超过半数自然遗产提供的防洪固碳等生态功能 以及90%自然遗产提供的旅游等就业机会 但是我们仍不能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脱钩 兰贝蒂尼呼吁各国政府应确保世界自然遗产地或附近地区 不应有对自然遗产造成负面影响的活动 呼吁企业提高保护自然遗产意识 不要在保护区内从事有害活动 金融机构也不要向威胁自然遗产的工业项目贷款 北京时间8点02分 欢迎收看财经早班车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药文 春节至今全国猪肉价格在传统淡季都较快的上涨趋势 已经连续了近两个月了 根据农业部最新的数据显示 当前猪价已经比去年同期高出了49.4% 就贵了快50% 目前多家机构预测三月份CPI这个涨幅会被猪肉价格推高 那么加上三月蔬菜价格的上涨的因素 预计三月份的CPI可能会上涨2.5% 连续5个月上升 农业部官员昨天表示说 猪肉价格维持高位将会是今年的常态 但是暴涨的可能性不大 多位分析人士表示说CPI反弹趋势难以延续 通胀将会在4月之后进入下行的通道 而全年通胀仍然会是一个温和上涨的趋势 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三月份中国外汇储备环比增长了102.59亿美元 至3.21万亿美元 这是中国外汇储备五个月来的首次回升 市场此前的预期是下降60亿美元 国财军文分析称 三月美联储鸽派言论 使得美元贬值较深 这带来存量外储增值约200亿美元 同时 两岸汇差及其成交量等前瞻性指标均显著改善 央行也在三月多次口头强调 不希望看到人民币贬值 这都助力了外汇储备在三月起稳回升 外汇储备出现五个月来的首次回升 也将为央行今后在市场上减少干预和进一步阻止资本流出 流出更大的空间 不过 随着流动性的改善 央行进一步降准的预期似乎也在下降 比较过去十年 外汇储备的走势和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走势 可以看出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外汇储备增加 存款准备金上调 反之则下调 民生证券研究员张瑜认为 汇率短期起稳 但中期汇率仍有加低 内部看 贬值预期依旧存在 结售会议员尚看不到逆转信号 经济结构性下降压地依然在 只可能反弹并未反转 下半年尚不明朗 外部看 美元加息走走停停 但并未调转方向 人民币相比其他新兴市场货币 过去被动跟随美元升值太多 现在全球购买地太强 因此中期仍有一定调整压力 央行宣布从本月开始同时发布以美元和SDR作为报告货币的外汇储备数据 三右末以SDR计算的外汇储备规模是2.28万亿SDR 去年经过IMF投票 人民币已经被批准纳入了此前有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组成的SDR的货币篮子 初期的权重是10.92% 新的SDR篮子将于今年的第四季度生效 IMF公布的数据显示 3月31号每单位SDR价值1.4088美元 央行长周小川三月末还曾表示说 相关部门正在积极地研究发行SDR计值的债券 人民币企稳CPI走高招商证券研究中心宏观研究主管谢亚轩博士 昨天对第一财经表示 国内经济已经出现了更多的触底的信号 谢亚轩表示 国内经济触底信号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个数据是信贷数据 一二月以及很快公布的三月的信贷数据同比增速不错 可能是一个回升的趋势 第二个数据就是投资 固定点投资 它是一个回升的趋势 第三个就刚才讲的PMI的数据 PMI数据也从低于50回到了50以上 所以其实综合这三方面的数据来看 货币先行指标以及投资 都显示经济有更多的触底的信号 而在人民币汇率方面 谢亚轩认为 随着外部环境变化 国内基本面改善 央行的政策沟通 以及对人民币汇率加强认识的过程 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恐慌已经有所下降 人民币汇率大约在6.2至6.6之间的区间波动 此外对于财政部表示 今年将会加大中国的财政赤字 薛亚轩认为加大财政赤字有现实需要 但应该把增加赤字视作周期调整的角度 这两年由于经济处于三七叠加 所以财政收入慢 增速慢 支出快 所以这个时候赤字加一点 但是不能把它作为常态 就是未来如果这个经济的确处底回升了 财政收入上来 那这个赤字还是要考虑加以控制 另外汇丰控股行政总裁欧志华昨天提到 内地外汇储备仍然庞大 中央有足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 来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 确保经济的软着陆 内地最新采取的资本管制措施 只是针对投机活动 预期人民币汇率将会继续循序渐进的改革 逐步走向市场化 人民币汇价长远来看 可以是维持稳定的 北京也有足够的政策方法 去增加货币政策 去增加货币政策 中国仍然有大货币政策 它可以使用到增加货币政策 超过目前的目标 如果它需要它 而且中央有空的缺币政策 和瑞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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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来 所以当现在的 macroenvironment 仍然困难 中国的货币政策 并没有增加 同比有所回落 莫尼塔研究机构认为 受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和地方债置换影响 三月新增信贷 或持平于上月 银行信贷投放 渐趋常态 由于新的考核体系下 监管频率降低为季度 三月信贷会在 一二月快速增长的背景下 回归常态 而今年地方债置换额度较高 三月大规模的置换 会影响信贷的规模 兴业银行兼华福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鲁正伟推断 三月新增贷款1.3万亿元 对应贷款增速 持平于二月份的14.7% 招商证券预计 三月新增信贷为1.1万亿元 M2同比增13.4% 此前银行利润下行压力较大 年初贷款突击投放规模较多 值得注意的是 有市场人士认为 进入四月份 由于不存在MPA考核压力 而存在较大规模的财政存款上缴 信贷投放可能再次加速 资金面仍然存在收紧和波动压力 不排除四月降准的可能性 李继琳也认为 四月存在降准可能性 但主要是对冲性质的 短端的七天期逆回购政策利率 央行并无主动下移的动力 我们稍后继续 好 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 从今天开始热衷于海淘的国内消费者 将不再享受之前的免税红利了 根据财政部会同海关总署 国家事务总局上月发布的通知 明确要求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 按照货物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消费水 根据新税改方案 从今天开始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 将改按货物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单次交易限值提高至2000元 个人年度交易限值为2万元 在限值以内进口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关税税率暂设为零 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取消免征税额 再按法定应纳税额的70%征收 财政部等11部门 昨天正式公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 今后只有清单上的商品 能够按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新税制来进口 清单之外商品 仍执行一般贸易税收政策或行游税政策 清单共包括1142个8位税号商品 包括部分食品饮料 服装鞋帽 家用电器 以及部分化妆品 纸尿裤 儿童玩具 保温杯等 天猫国际总经理刘鹏认为 税改后母婴 饰品 保健品等品类税负 会有所增加 但化妆品 电器类根据价格区间不同 税负有升有降 而此次海淘新税制的实施 将极大改善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改革后 商品通关将更加便捷 消费者跨境网购 收到商品的时间 将由目前的动辄一到两个月 缩短至一到两个星期 好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楼市 一季度上海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 活跃度可以说达到了巅峰 但是随着三月末楼市新政的出台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 未来上海楼市或将呈现 量跌价稳的格局 依据重量联航发布的数据 今年一季度 上海一手住宅 成交量达440万平米 创下十年同期的最高水平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上海楼市调控新政效力的逐步显现 未来市场成交可能出现顿挫 但是房价下滑的可能性很低 如果供应量加大 那么可能价格还有一个松动的空间 如果没有加大供应量 就现有的目前这些库存状态 价格的下降的空间实在是不会太大的 严格了限购 只是说抑制了部分的需求 或者放缓了部分需求入市 但是如果供应量没有放出来 这个真正的一个供需矛盾 还是没有解决 成交量下降 但是价格起稳 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而从开发商的态度上看 上海楼市新政出台后 改善型需求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但是市场整体将维持平稳 房价不会出现大幅波动 深圳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3月28号至4月3号 深圳一手住宅成交652套 成交面积约是7.05万平方米 分别环比下滑16%和15.7% 这已经是深圳新房成交面积连续第五周下滑 与春节前的周成交量相比接近腰斩 经过三月的小市牛刀 四月北京新房市场正式进入到了供应旺盛期 不少房企可以说是跑步入市 预计四月北京将有30个新盘项目入市 并且大多是面向改善型需求的大户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涨价也成为了众多新盘的同一行为 清明三天小长假期间 北京实际上就已经有9个项目开盘了 所以我们看可能 4月份整体的这种开盘数量 有可能会超过30个达到40个项目 这样的一个量级 一类它是这种高端的项目 那么目前从北京在售的这些高端项目 和计划新推出的高端项目来看 基本上它的价格水平都要在8到10万左右 这样的一个是高端项目的一个基准线了 虽然新盘入市的积极性加大 对于想买房的人来说 确实选择面更宽了 但同时涨价几乎成了新盘的标签 记者发现 4月份公布预售价格的新盘项目 无一例外全部提高了报价 各备项目甚至大幅提价 单价涨幅超过万元每平米的也不少 其实今天大量的楼盘的推出 它有它的预期 这个预期来源于去年 整个北京的房地产的走势 还是一个缓步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 不过业内预计 一线城市宽松的政策环境已经到头 这将对市场需求产生抑制作用 因此价格优势明显的项目 将笼络住逐渐减少的需求基数 而价格上涨过快的项目将会处于尴尬境地 另外的商业地产服务和投资公司 市邦卫理事昨天发布报告显示 一季度北京写字楼市场延续平稳走势 季度末空置率为6.1% 较上季度微升0.1个百分点 预计今年北京新增写字楼面积40万平方米 并带动租金涨幅进一步减缓 报告认为一线城市写字楼需求仍然强劲 只是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在放缓 但是跨国企业或者说大型的国内的企业 他们仍然把发展的重心放在了一线城市 尤其是北京跟上海这两个门户城市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第三产业及服务业比重增加 实际上加大了对写字楼空间的需求 不过由于经营压力增加 企业对租金更加敏感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租金的过快上涨 此外尽管电商发展对传统零售物业造成冲击 不过这也倒逼传统商业改造提升消费体验 比如说有一些零售的品牌 他觉得他的体验感不够 他可能会增加了他的一个风格的改变 比如说服装和书店咖啡的这种如何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优质的核心区的商业 现在也在有一些品牌 他逐渐可能要不叫撤 可能是他换一个更好的位置去经营 最新出炉的交银中国财富景气指数报告显示 本期交银中国财富景气指数为126点 较上期上涨7个百分点 其中投资意愿指数涨幅达到8个百分点 经济景气指数和收入增长指数 均上升7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小康家庭流动资产投资意愿指数 和不动产投资意愿指数的显著回升 带动了投资意愿指数的上升 而近期房地产市场的火热及股市起稳 是小康家庭的收入增长和投资意愿 这两个指标回升的主要因素 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联平指出 经济景气指数的变化 显示大家对于未来经济运行有一个乐观的判断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才行早班车 稍微休息 稍后继续 数字时代我们用数据来说话 今天说一说黄金储备 都知道中国人爱买黄金 黄金储备一直都很高 国家的黄金储备现在有多少 有一个数字来表明 央行在网站上公布了 三月份中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增加了0.5% 现在是五千七百七十九万盎司 二月份的时候是五千七百五十万盎司 多了二十九万 那这已经创下了去年开始的 每个月该公布数据以来的最小的一个增幅 三月份经济经价是累计下跌了0.5% 今年头两个月的经价累计还上涨了百分之十七 中国央行宣布在2009年到去年六月底期间 中国央行的黄金储备一共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之多 你看金灿灿的大金块 而从那个时候开始 中国的黄金储备就增加了百分之八点四 平均每个月都增加五十万盎司 黄金是迄今为止表现最好的大宗商品 对市场和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 降低了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 所以利率走低自然利好黄金 所以相比较那些升息的资产 黄金的竞争力也在越来越强 听完这段消息 是不是你也打算去把点黄金放在家里 好 再看下一组数据 中国一季度成为全球跨境并购最大的一个收购国 太有钱了 全球数据供应提供商迪罗基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 中国已经公布的外向并购总额达到922亿美元 再创新高 数据显示中国为一季度的全球跨境采购并购 最大收购国占30%的市场份额 加拿大以624亿美元占20% 美国以485亿美元占16% 中国外向并购从2010年以来就已经是连续6年实现增长 去年中国外向并购总额是1069亿元 出国不买东西了 买公司 还有一个数字 我们要说到WTO调降了今年全球的贸易的增速 世贸组织周四说建于市场外汇波动的因素 所以下调了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的预测值 此前是3.9% 现在下调到2.8% 他们还预计说全球贸易总量增速2017年有望6年以来首次突破3 回升到3.6%左右 但是有媒体指出 WTO过去五年因为对经济复苏一直过于乐观 所以多次修订过贸易增速 也就是他们这个数字 他们的预期恐怕我们也就听听就行了 好了 财经述说就说到这里 接着我们进入今天的市场指南证 好 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重要的市场消息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现任和前任四位美联储主席 包括耶伦 博南克 格林斯潘 沃克尔 首次齐聚一堂探讨经济话题 现任主席耶伦表示 美国接近于充分就业的状态 经济取得巨大进步 美国经济走势稳健 不存在泡沫 那对于加息的话题 耶伦表示 循序渐进的加息是适宜的 前主席格林斯潘 沃克尔则表示 美国劳动力市场疲软的状况逐步消失 无需过度担心经济下行的问题 博南克则是表示 让各大央行承担所有的刺激包袱是错误的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 也证实了美联储主席的观点 上周美国首次申请 事业救济金人数减少9000 经过季节性因素调整之后 人数降至了26.7万 降幅超预期 这意味着尽管美国经济增长乏力 但是劳动力市场仍然在持续的改善 投资者对于全球增长放款的担忧情绪 再次发酵 美元对日元汇率一度 创下了18个月以来的新低 促使投资者规避风险资产 周四全球股市多数下跌 美股收低 纳指下挫1.47% 标普外指数今年转跌 欧洲股市收低0.8% 盘中跌至1月低位 亚太股市则是多数上涨 好 接着我们再连线到的是 东正期货的周冰庆 请来介绍一下 国内主要期货交易品种的情况 早上好 冰庆 早上好 一度是收窄跌幅 尾盘还是再次的回落 上阵指数报说 在日内低点回踩到3000点的大关 期指方面的话 则是继续减仓 前20席位的空头减仓意愿更加浓厚 那么整体依然是维持一个近多头的格局 指数在当前点位上方 其实套牢盘的压力较重 而且除了昨天盘后公布的 外汇账款回升之外 近两天之内还会有多项目的 国内重要宏观经济数据将会公布 短期的市场情绪还是较为谨慎 缺乏突破上行的动能 大多商品方面的话 昨天各品种 日内是大多数呈现一个横盘震荡的行情 那其中 前期强势的煤胶钢板块在高位震荡 尾盘则是有一个继续冲高的动作 化工品呢 则是走势偏弱有所回调 基本金属各品种都是在均线附近徘徊 那近期以铜和铝为代表的基本金属呢 走势分化是非常的明显 其中房地产的复苏 对铝财需求的提升 以及铝生产企业的去产能化呢 使得金属铝的基本面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那么本轮震荡走高的趋势 这个铝价是走高的非常的顺畅 而反观同方面呢 由于这个需求比较疲弱 而且总体的库存依然高企 则呈现出一个反弹乏力的迹象 那我们预计短期之内呢 这种板块之内的分化结构可能还将延续 那最后关注贵金属 在周三美联储发表了 发表了一个偏向鸽派的会议之后 全球股市下挫 美元承压 同时呢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 也是相继分别是表示将会采取 进一步的宽松措施来刺激经济 那么避险情绪使得黄金资产 再度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昨天的金价是强势大涨1.5% 重新是站上短期均线系统的上方 短时间内的广泛的宽松的 这种利率政策的预期 对于金价形成了明显的支撑 那当前的话 美黄金是重新回到两周以来的高点 暴在1241.6美元美奥斯 好 江雨菲 好的 非常感谢宾庆 继续来关注市场 A股昨天是全线回调 退守了3000点的关口 跌幅也创下了两周新高 创业版则是高开创出近期高点后 便一路下挫 跌幅超过2% 两市成天成交6985亿元 继续小缚缩量 那融资方面 截至4月6号周三 两市融资预额合计是8872.5亿元 环比续升29.89亿元 连升两天 分析认为 昨天的调整并没有打破指数 缓慢上升的通道 量能也没有明显放大 因此仅仅是合理的技术性回调 市场在三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公布前 难有大起大落 万德资讯数据显示 4月7号 无神两市资金净流出533.75亿元 单日出逃资金 创出了2月25号以来的新高 从行业资金流向来看 计算机板块净流出资金超过70亿元 位居首位 那从个股资金流向来看 资金流出的个股有1907支 净流出金额排名前三的个股 分别为中心通讯 行电股份 邮足网络 净流出金额分别为7.85亿 4.5亿和3.89亿 截至目前 大盘在3000点附近震荡 已经有13个交易日 广州万龙认为 在基金国家对于外资均加仓A股的前提之下 后市股指更多的会呈现出 进二退一的格局 那这也意味着 昨天股指沙跌更多的是主力在暗中大洗盘 因此对于指数调整 不应该再恐惧 反而可以逢回调大胆的抄底布局 本轮反弹涨幅较大的个股 近日来已经出现了主力资金持续流出的迹象 那么对此有分析就认为 获利盘的消化并不意味着大盘反弹的终止 而是通过调仓换股 继续实力发动第二波攻势 也有机构人士日前表示 为了锁定先期收益 近期已经开始新一轮的调仓换股 对于部分前期涨幅较高的个股减仓 或者是直接清仓 对于后市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蔡君毅认为 合理调整下有待60日线走平支撑中期行情 在突破3000点之后的话 A股商在周四的话 呈现了一个有一定幅度的这样一个调整 从目前的量价关系配合来讲的话 两地成交在7000个亿 应该说成交量还是保持在相对比较温和的这样一个格局上面 目前的一个调整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健康合理的一个区间范围当中 那么60天均线将会慢慢的走平 对未来中期的行情来讲的话 进一步构成这样一个相应的支撑 今年首批一季报昨晚开始陆续亮相 平高电器新文化 五阳科技及重信旅游四家公司拔得头筹 也拉开了今年上市公司一季报披露的序幕 新文化率先发布一季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5518.18万元 同比增长25.15% 每股收益0.1027元 价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2.08% 其他三家上市公司一季度净利润也均实实现了正增长 其中平高电器净利同比增长5.5倍 重信旅游业绩同比增长42% 五阳科技净利329万元同比增长38% 那统计显示截至4月7号 两市共有635家上市公司公布了2016年一季度的业绩预告 预计的上市公司有398家占比62.68% 有192家上市公司预告净利润最大增幅超过了100% 预告净利润增幅最大的是迈达数字净利润增加 超过114倍暂居首位 叠加年报来看包括迈达数字 英堂制控中金电子光线传媒 奥特加玄机信息等在内的296只个股 实现了年报与一季报的双增长 万德资讯统计显示 今天将有4家上市公司披露一季报 分别为潜能横信 海康威视 箭头能源和光环新网 下周共有46家上市公司披露一季报 从已经公布的业绩预告来看 多数公司表现可圈可点 其中的潜能横信 中福实业 新美联合三家上市公司实现扭亏 而且增长的幅度均是超过100% 光环新网 长方集团 精华制药 盛阳股份等也均是实现了预增 天卧科技是出现了首亏 从今年1月份开始算起 市场对于高纵转概念股的炒作 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 而且热度丝毫没有减入的迹象 统计显示近三个交易日 35只创出历史新高的个股当中 高纵转概念股就占据了13只 占比接近4成 值得关注的是 这13家公司 其中除微地股份 暂未公布2015年年报业绩外 其余12家公司去年年报净地 均实现正增长 同时 每股未分配利润 及每股资本公积金之和 基本都在3元以上 截至昨天收盘 两市已有222家上市公司 推出高送转方案 其中 10股送转20股 及以上的公司 有44家 晋盛精密 辉丰股份 浩丰科技 天气离业 棒解股份 来美药业 财信发展 百地连等8股的送转比例 更是在10股 送转25股以上 按照预披露时间表 下周一至周五 将有260多家公司 披露2015年年报 其中有250多家 暂未披露高送转方案 根据新股发行计划 维宏股份 今天将进行网上申购 发行价格为 20.08元每股 网上发行股量为 6568万股 那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申购上限为 0.55万股 中签缴款日为 4月12号 公司主营研发 生产和销售 工业运动系统 2013年至2015年 维宏股份分别 实现了营业收入 1.08亿元 1.41亿元 和1.3亿元 几率人分别为 0.45亿元 0.61亿元 和0.52亿元 公司的静态适应率 为22.67 参考行业最新的适应率 为103.47 尽管证券公司被看作是 证券市场最咸贫爱抚的 中介机构 但是他们却在 2015年的资本市场上 上演了新一轮的 西部大开发 目前已经有15家 上市券商公布 2015年度的业绩报告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 15家券商当中 超半数在 欠发达的 西南西北地区 部分省份的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增幅超过20倍 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 正成为券商新的绝金地带 特别是中信证券 广发证券 光大证券和长江证券等公司 在贵州 新疆 西藏 以及内蒙古等省份的 主营业务营收总额飙升 同比增长数十倍 而这些券商在东部发达地区 营业收入同比增幅 仅是一倍左右 好 接下来马上连线到的是 中方信赋 首席分析师黄岳 请他来点评一下 今天有哪些消息 可能会对于市场交易 传生影响 欢迎先生早晨好 好的 这个我们看一下 第一小小小 企业年金 进万亿资金 可以入市 万亿资金里面 有30%左右 可以进入到A股 我们知道企业年金 其实是职工 退休养老以后 一部分对养老保健 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资金 而从整个资金规模来看 自从去年年底 已经达到9500亿 根据30%的比例 接近有2800亿左右的资金 可以进入A股 所以这笔资金来看 也是比较大的 同时我们看到 除了这笔资金 另外像最近比较出色的 像国家内的资金 另外像QFID 额度的周固扩大 以及保险资金 昨天我们看到 这个讲的比较多的 其实就是保险资金 这部分的企业年金 对整个养老基金 是一个补充 所以对未来的中长线来看 又有一笔 比较重要的资金 介入整个市场 对整个市场中长线来看 是表现出 比较好的重要机会 另外一点 我们看第二条消息 就是中国外储 连续4个月 连续降了4个月以后 首次进行回升 去年12月1月份的时候 其实整个外储的降款 这个降的是比较多 到了本月以后 资金有所回升 通过整个3月份的外汇储并 接近3万多亿 从整个数据来看 3万2千多亿 首次出现了回升 这主要还在于几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A股 从1月份左右 2,600多点 回升到3,000多点 回升了接近400点 这个回升对整个QFIR 特别是乎港通的资金 是有比较大的吸引力 另外一点 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也是对整个外储的 以前的连续下降 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 另外中国的经出口 业务来看 也是在回升之中 这几个方面 这几个方面 其实对整个市场 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所以从 另外从管理层 对整个人民币币值的 稳定的信心 的信号 也看出 整个稳定 人民币币值的 未来一段时间 应该还是有 非常强的稳定力 所以从这样来看 其实外汇存款的 再次回升 也是对A股 起到一个 比较好的正面作用 对A股来看 中长线 有利于整个市场的回升 特别是马上进入 6月份 批准SDR的资金 也是有一定的规模 首批大概是 22亿美元左右 虽然资金不多 但是对整个市场 还是有信心的鼓励 第三条消息 主要还是看看 整个我们转债股 转债股 转债股 债券转股票 其实在整个 供给车改革的 A块配合起 起的作用 相对来说 是比较大一些 特别是接近 1万亿左右的资金 未来在整个 三年左右的时间 可以化解一些财务问题 从这次 转债股的作用来看 我们看到 二级市场 特别是昨天 盘总是有所表现 表现在哪儿 主要是钢铁和煤炭 配合供给车的改革 这两个板块 从过去一段时间来看 面临的困难还是比较多 主要还是一个枯城 积压 以及改革 面临的较大的阻力 从整个资金 转债股转折 以及供给车的改革 配合起来来看 这些个股 带来的这个机会 特别是像我们看到钢铁 一部分钢铁 像罗文钢 价格最近一段时间 已经出现了这个回升 另外一点 像整个 债务重储 在进行之中 所以昨天 首先表现出的 其实就是 类似像马刚 从机场地板 虽然最终没有封阻 但是 对整个钢铁板块 起了这个引领作用 特别是对资数来看 也有一定的 这个护盘作用 这个 昨天能守住3000点 跟钢铁股的这个启动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所以未来段时间 钢铁股相对来说 是作为一个工房 牵手的这个板块 从过去一段时间来看 其实它这个调整 也是比较充分 所以这个板块 还是可以引起关注 另外一个就是煤炭 煤炭行业 从最近公布的 这个年报来看 公布了 已经以24家这个企业 从21家企业反映出 还是业绩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这个下降 说明整个行业 面临的困难 还是比较严重 特别是我们看到 这个最近三西省 整个煤炭行业 进行了这个关停病毒 特别是对一些 工求学的这个改革 还是在进行之中 所以未来 对整个煤炭行业来看 一个是地方政府的 这个大力扶持 以及国家出台的 很多煤炭政策 类似像国院下发的 关于煤炭行业 过剩产能的脱困意见等等 我们这些政策呢 其实对未来 整个煤炭行业的这个重组 会起到一个 比较好的政策 引领作用 另外通过市场化的 这个改革 处理一些不良资产 以及跟整个 电力企业的合并等等 来迅速摆脱 整个煤炭行业的 这个处境困难 所以对于煤炭行业来看 短期从昨天盘面来看 也是有所异动 所以煤炭行业 应该也是引起 投资者密切关注的 好的主持人 好的 非常感谢黄金人点听 水智盛台直播的 财听早班 这个是二月休息 稍后继续 好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最新的券商言报 首先看到的是 国联证券 国联证券的言报说 石化十三五系列规划 即将发布 所以石化联合会的消息 石油和化学工业 十三五发展指南 以及科技环保 两个专项规划 包括油气煤化工 化工新材等 二十一个子行业的 规划制定 都已经完成 四月十二号就要发布了 那么石油天然气行业会 将会重点加强 包括油气勘探 管网建设等等方面的工作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 关注一下油气设备的管框 比如说海默科技 比如说吉艾科技等等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国金证券 国金证券认为 四月六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主持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就指出 实施互联网加流通的行动 是推动流通革命 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发展新经济的重要的举措 所以维持智慧物流行业的 一个增持的评级 那么相关各股方面 国金证券也有一些推荐 包括传话股份 尼亚通 外运发展 华贸物流和华鹏飞等等 好 看过元报 我们来看一下 最新的公司的公告 首先看到是东方证券 东方证券股东 文星集团 你以六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 不超过2000万股 占比0.38% 减持价格呢 是不低于16.81元 每股 接着我们看到暴风科技 暴风科技股东 和谐成长 4月6号减持无限售的股份 1100万股 占比是4% 减持均价88.59元 成交额约9.7749元 新ST酒鬼 2015年营业收入达到6.01亿 同比增长了54.76% 增长率很高 净利润是8856.9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是0.2726元 所以要申请撤销退市风险的警示 这口气算是熬过来了 接着来看 新ST新煤连续三年净利润为负值 公司股票 今天仅暂停上市 好了 看过公司公告之后 接着继续来了解一下 亚太开盘的情况 好 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 亚太早盘的最新情况 马上连线到第一财经 驻香港记者方商 方商早晨好 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好吗 隔夜美股偏软 这就影响到今天亚太股市 今天开盘是出现普遍向下这样一个局面 日经二物指数 今天开盘是下跌了0.97% 日本股市今天开盘是 暴在15597点 那这个指数也是创下了 连续多日以来的最低水平 今天韩国COSPI指数 开盘是下跌0.64% 开盘是暴在1961点 今天澳大利亚标普200指数 今天开盘是暴在4960点 而现在盘中这个跌幅 是已经超过了1% 另外评级机构 汇域是确认日本主权评级是A 评级展望仍然保持在稳定的水平 汇域表示评级反映出日本目前的经济 面临上下行的风险 大体上是保持一个平衡的态势 而限制日本评级上升的主要原因 仍然是日本政府债务高企 而且目前有持续攀升这样一个态势 另外汇域是估计2016年 日本整体政府预算的赤字 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 那这个比例是远低于2011年高峰时期的8.8% 以上就是外围股市的最新情况 余飞 好的 累计净流入金额466.53亿元 从图中可以看出 内地资金南下迈入港股的金额持续增加 同时伴随着港币对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趋势 数据还显示 内地投资者对于港股的投资额超过了全球资产管理公司 对于上海股市的投资 这与沪港通开通同一年的形形是截然相反的 那么港股为什么会持续吸引资金流入呢 低估值仍然是关键 从恒生AH股溢价指数来看 对于同时在大陆和香港上市的企业 A股价格比港股的价格高出近40% 那么该指数本周二曾经触及四周以来的新高 不仅如此 恒生国企指数上周已经进入到了技术性牛市 6.8倍的适应率 也较其十年移动平均线 以及A股适应率都要低至少35% 那简而易见是一个估值挖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内地南下资金疯狂抢筹港股的同时 海外资金也在本轮港股行情当中大胆布局 彭博数据显示 3月至4月初 四支最大投资中资港股的ETF 净流入将近150亿港元 另外根据汇丰的报告预测 未来将会有5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由内地公募基金流入港股 包括QDI的1200亿元人民币额度 互港通2300亿元人民币的额度 以及预期将推出深港通的1500亿元人民币的额度 另外互股通昨天小幅净流出 恒生AH股溢价指数是微弱的震荡 昨天互股通净流出1.17亿元额度 余额的占比为100.9%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连接到方商 方商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所了解到的 有关于香港市场方面的最新情况好吗 好的 雨飞 我们首先看一下香港股市方面 昨天香港股市收盘是下跌 是上涨0.3% 那恒生指数收盘是暴在20266点 昨天香港大市是有700只股份 收盘的时候是出现上涨 那下跌的股份是有600只 大市成交的金额昨天是635亿港元 那ADR预示今天港股盘中会出现下跌1.34% 那盘中会挑战2万点这个关口水平 今天香港股市有两个焦点的板块 一个就是汽车股 有两只个股市公布了这个三月份的业绩 一个是吉利汽车 是公布集团在三月份的总销量是 按年增长3% 按月会增长50% 另外一个就是广汽集团 公布今年三月份的汽车销量是 按年大增45% 市场预计今天这个汽车股盘中会出现异动 另外一个焦点板块就是钢铁股 钢铁股在香港股市是连续多日出现走强 走强这样一个格局 市场就预计今天钢铁股板块盘中会出现回吐 另外今天焦点个股就是上海石化 上海石化是发布盈利预计 预计今年三月份的截止三月底的第一季度 这个纯利润会按年增长20%到22% 那市场预计上海石化今天股价会继续延续 昨天的这样一这样的一个声势 稍后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相关的板块 以及相关个股的开盘情况 于非 好谢谢方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请锁定第一财经稍后进入到的事 陈会观察 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 接着来连线国泰军期货研究所的研究员毛磊 你好毛磊 你好主持人 对于近期这个股指期货投资有什么建议 好的那么股指期货方面呢 目前这个经济短周期温和复苏 基本上已经是成为这个市场的一个共识 那么我们认为指数持续上行的 还是需要更多超预期的利多的支撑 但是呢从这个微观的一个角度观察的话呢 短期是没有看到这个经济游行复苏 或者是强劲反弹的一个迹象 那么相反呢 在这个经济复苏伴随这个结构性通胀问题的 一个出现的环境之下呢 也是导致这个投资者对于当前这个货币宽松的 一个政策基调是出现怀疑 但是从短期来看的话呢 在这个经济复苏并不稳固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政策面收紧的一个可能性也是不大 整体上呢我们认为这个经济温和 急稳呢是分纱这个指数下行的一个空间 但是呢短期继续上行的一个动能呢 是略显不足 那近期期值可能大概率是 仍将呈现这个宽幅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么下周呢我们看到将要公布一系列的 这个宏观的一个经济数据 特别是下周五将公布一季度的 这个宏观数据 那么如果数据超预期转好的话呢 届时这个指数才有望在这个上方新的一个平台运行 否则呢可能还是将呈现这个宽幅震荡 消化这个上方的这个解套的一个抛压 好的主持人 那么大宗商品方面也给我们做一下介绍好吗 好的那么 那么伦敦金方面呢近期这个整体走势还是比较反复 那我们从基本面的一个角度看的话呢 这个避险情绪以及美联储的一个动向呢 基本上没有一些大的超预期的一些因素 转息走势呢是延续一个震荡 那我们认为呢 当前这个投资者对于美联储官员这个鹰派 以及鸽派的这种论调不一的发言是感到疲倦 那么但是整体上来看呢 从这个经济数据以及美联储这个主席 以及其他的这个官员的表态可以看到呢 短期加息的概率还是不大 那么结合技术面来看的话呢 前期在这个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反弹高点之后呢 短线回调 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有这个反弹的一个动力 操作上呢还是逢低做多为主 再来看一下WTI原油 那本周呢这个一份EIA的报告显示 当周这个原油库存是大幅下滑将近500万桶 那么此外呢美联储这个整体上也是体现出 偏割派的一个迹象拉低这个美元 也是提振这个大宗商品 那么从本月中旬呢 将召开的这个动产协议 是因为这个伊朗以及沙特的退出 导致大幅减产的希望破灭 因此呢油价这个大幅反弹的动能也是不足 那我们认为呢油价在旺季需求拉动之前呢 还是将呈现一个震荡 中期来看的话呢价格过低 导致这个供应收缩的一个迹象 还是比较明显的 后期这个油价还是有上涨的一个空间 好的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玛丽 接着我们来连线光大保德信基金经理 你好光文华 你好光文华 主持人早上好 各位观众早上好 对于近期的大盘走势 你是怎么判断的 我们是站着一个偏乐观的一面 我们是认为大盘现在目前为止 处于一个关键的一个趋势的一个选择的阶段 但是我们觉得要需要较长时间的一个盘整 以应对高位带来的一个抛压 那整体看一个经济数据来说 我们最关注的就是 昨天的一个中国三月份外汇储备意外增加 这是超了一个市场预期 也就是连续四个月的后的下降之后 已经开始止跌了 那么我们是认为 外储的一个正增涨的一个延续 核心因素是在于美元后续的走势 那首先我们觉得美元的走势 决定存量 存量外汇的一个估值的变化 随着美元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我们觉得又到四月份 又要开始新的一轮评估之后 我觉得美元可能会赢了一波小反弹 但是即使估值会下移 会拉低一个外储的一个数据 那么从昨天的一个央行宣布的四月份 四月起同时公布了SDR的一个 作为报告货币的外储数据 后续的估值变化可能是也会更落 其次的话我们觉得美元的加息可能性 的确在提升 因为我们是可以看到 虽然昨天达拉斯联储表态 对应对美联储加息印表 是那个加息的一个耐心 但是我们觉得美元 有可能六月份还是存在加息的可能性 我们觉得四月份至少会 就是释放出偏鹰派的一个信号 反正美国一直是这么做的 那么即使我们觉得有可能 人民币会短期的一个贬值会升温 那么外储的一个压力还会存在 那么最主要我们看外储是否会增加 还是要看中国经济的一个状况 那么从经济的状况来说 的确短期经济起稳的一个趋势已经明显 但是长期来看 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待观察 那么我们看国际上的一个消息 就是欧元区昨天的一个利息会议上 欧阳行的一个利息会议上 显示出当前引路 负利率豁免的计划没有根据 但是虽然这个表态出来之后 但是我们觉得欧元区 依照现在的经济状况的话 量宽人将继续 那么我们觉得下个 就是下周是比较关键的一周 因为三月份的各类经济的一个数据 集中发布期 那么市场的预期各个指标 现在其实也在往上调 特别是CPI这个指标 高的人看了都超过三 那么总体来说 我们觉得市场的一个对应对 经济复苏和通胀再起的预期非常强烈 那么所以这就是市场的一个 盘面上反复纠结的最主要原因 虽然我们站在一个偏乐观的一面 虽然我们觉得这个 经济反弹的力度还是比较薄弱 但是我们认为一季度的经济和通胀 回稳是确实实现了 那么掌握二季度 我们觉得两者可能都会下跌 下降包括通胀也会下来 那么对于当前的状况 我们认为市场的一个调整与变化 是反映了一季度的一个经济稳定 主要依据 主要依据我们看到利率的一个曲线 那个陡峭也已经充分表现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市场主义 关键的3000点的一个趋势选择阶段 我们觉得要需要一段时间盘整 然后以应对高位的一个抛压 看好的一个供给策改革的 一个国企改革的一个概念 谢谢 好 谢谢高文华 带着坠坠不安的心情 却是带着乐观的一个预期 来 我们来总结一下 早晨的各大权威机构的晨慧观点 光大宝德新认为 目前市场是处于 关键的趋势选择的阶段 预计震荡格局仍将延续 国泰基安期货认为 上行动能不足 机制宽幅震荡 伦敦经短线继续反弹 WTI原油政府的震荡格局是不改 好 今天晨慧观察就跟您一起关注到这里 以上是今天财经早班车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鲜资讯 也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第一财经资讯 如果你想随时随地浏览 更多及时独家的财经资讯 可以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手机客户段 请锁定第一财经 稍为您带来市场的一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